新北市淡水区有一条被称为米粉辽西的小溪流 过去米粉辽西上游经常排放生活污水及污物 导致下游水质恶化 而在降劫集团与新北市BOT案中打造的护卫一文休闲园区 同期也为这条支流推动米粉辽西富裕计划 在下游这条溪流已经变成鱼虾瀉的热源 但是源头污水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给富裕计划带来的限制 因此昨天上午园区举办签署响应淡水河公约活动 承担起为淡水河做一件事情的责任 期盼恢复从米粉辽西到淡水河的美丽和生命力 藉由在现在的力量由我们来做一个生态的富裕 让它回复到原本在我们的永续生态经营的方向 朝这个步骤去让富裕的情况更好 那在前面呢我们一直在做到现在 我们很感谢有在地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努力 但是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它会更好 我们还是有一些先天的条件我们需要而够克服 上游的部分呢因为有一些家庭废弃水的一个问题 那导致呢他们富裕好的这样的一个中下游 还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污染 那我想呢今天呢也是希望呢 召集大家大家公私协力 而且还有我们沿线所有的里长一起来出席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呢可以让这个米粉辽西 持续的这样的富裕呢 让它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成效 活动现场还有许多里长也都来参与 这些里的位置都是位于米粉辽西的流域地点 护卫一文出现园区重视绿的存量与永续经营 将生态富裕视为己任 即便是该合育不在金发局的BOT案的合约范围当中 但依然积极推动米粉辽西的富裕计划 另外新北市议员陈伟杰也邀请新北市水利局 还有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前往米粉辽西实地勘查之后 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进行清理水道上的垃圾 还有修剪树枝和杂草并且在一个月内制定治理方案 2020年开始我们将这一集团一起来注重这样的一个生态 虽然这不是BOT的范围里面 但是愿意尽社会责任来去做一个扩大服务的范围 在今年跟陈伟基议员特别来去做一个整合 把水利局把环保局把公所的力量给加进来 同时我也有一些建议 就是米粉辽西能不能有一个部分 是做一个生态池的部分 让水也可以做一个过滤 同时让米粉辽西吸引更多的这些鱼虾 白鹿丝来 让大家可以来这边清净清水 清净环境 议员表示米粉辽西下游目前主要问题非工业污染 而是需要公众共同关注的民生污水排放问题 尽管上游的污水接管率达到85% 但还有没有接管的部分导致污染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经由此计划继续推动 希望可以让这条曾经被遗忘的米粉辽西能够自然的富裕 而护委义文休闲园区也呼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确保这条美丽的七流可以持续的维护 成为社区的宝贵资源 记者许多安逸淡水采访报导